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根据日本电子封装和电路协会JPCA日前公布的数据,日本PCB行业产值连续11个月陷入萎缩,降幅达两位数百分比。 2023年9月,日本易刷电路板产量较去年同期大减18.7%至79.4万平方米,产量连续第20个月陷入萎缩。 此外,产值为477.20亿日元,同比减少幅度连续第7个月超过10%。 分种类来看,2023年9月,日本硬板PCB产量同比下滑19.8%至62.7万平方米,产值下滑18.1%至295.08亿日元。 软板PCB产量大减19.0%至11.9万平方米,产值减少16.7%至21.07亿日元。 模组机板,猫州Substrate产量减少1.4%至4.8万平方米,连续第16个月下滑,产值大减19.9%至161.05亿日元。 2023年1至9月,日本PCB产量较去年同期减少14.8%至730.8万平方米,产值减少16.8%至4348.27亿日元。 日本主要的PCB供应商有Ebidin、CMK、NOK旗下的Nippon、Mectron、Fujicura、Meko Electronics等。 其中,大厂Meko此前宣布,因订单状况持续强劲,且日元贬值。 因此,本财年合并营收目标上调至1730亿日元。 另一家大厂CMK也表示,因车用PCB销量提升,同样上调了营收目标。 无独有偶,今年初因经济不景气而出现的IT需求寒潮开始出现,利用率大幅下降,近一年时间仍未恢复。 尽管下半年,成套成品需求略有回升,但封装机板的库存调整仍在继续。 据三星电机和LG Initec的机报显示,两家公司半导体机板业务第三季度的开工率均仅超过50%。 三星电机封装解决方案部门的开工率为57%,比去年同期96%下降了39个百分点。 LG Initec机板材料部门的半导体机板业务开工率也仅为61.3%。 开工率是有史以来最低的。 三星电机录得自2019年第三季度56%以来,四年来的最低数字。 随着开工率下降,业绩也随之下降。 三星电机封装解决方案部门今年第三季度销售额为4396亿韩元,比去年同期下降20%。 LG Initec的机板材料部门同期也录得销售额3289亿韩元,比去年同期下降24%。 过去几年,两家公司的半导体称底利用率一直保持在80%以上的高水平。 高附加值产品FCBGA也未能避免因四伏器市场投资下降和主要需求来源PC市场疲软而陷入低迷。 三星电机在10月公布业绩时表示,尽管PC、伺服器等上游行业的需求存在季节性因素,但由于库存调整,第三季度FCBGA机板的需求较第二季度,越有下降。 对于5G天线和行动存储器中使用的BGA产品,该公司表示,由于第四季度主要客户的年末库存调整,需求将比上季度减少。 LG Initech正准备在庆上北道硅尾市运营新工厂,目标是在年底批量生产四伏器用FCBGA,但也面临着难以积极吸引新客户的环境。 两家公司都计划在今年经历库存正常化过程后,通过扩大新业务的比例来提高盈利能力。 尤其是人工智慧绘图处理单元AIGPU市场近期在基板市场打开,高附加值FCBGA盈利能力有望提升。 11月中旬,日本半导体股推动日经平均指数升至年内最高点,但市场观察人士表示,真正推动该行业的是挥达。 日本基准股指上涨于823点,涨幅2.52%,约两个月来首次授予33,000点上方。 晶片测试设备制造商Adventus股价一度上涨8%。 日本最大的晶片制造设备供应商东京电子和Adventus为日经指数贡献了170多点的涨幅。 目前,Adventus的预期适应率接近60倍,是日本股价最高的股票之一。 自11月初的近期低点以来,该公司股价已上涨了30%。 在挥达的专业领域、人工智慧应用领域的图形处理设备中,半导体测试仪的占有率很高。 GCI资产管理高级投资组合经理Takmosa Ikeda表示,Adventus是一支可能直接受益的股票。 日本政府此前承诺提供数十亿美元的补贴,以加强国内晶片生产, 帮助日本利用日益激烈的中美科技竞争,重新夺回半导体领域的领导地位。 日本政府已向Rapidus拨款3300亿日元、23亿美元。 近日,日本晶片制造商Rapidus总裁Suyoshi Koike在访问美国期间表示, 该公司计划今年年底前在美国西海岸开设办事处。 西海城建立一个成熟的商业基地非常重要, 因为我们的许多客户最初将在西谷。 Rapidus的目标是与IBM和总部位于比利市的研究机构IMEC合作生产尖端晶片。 Rapidus在日本北部城市千岁的工厂于九月破土动工, 该公司当时表示已雇佣200多名员工, 力争到2027年创建一家尖端晶片代工厂, 并挑战领先者台积电。 Rapidus指出, 计划于2024年12月安装晶片设备并开始施生产, 目标是在四年内量产2奈米晶片。 Rapidus董事长Tensuro Higashi表示, 在海外合作伙伴和日本国内设备制造商的支持下, 这一目标艰巨但可行。 此外, 近日有消息称, 这家日本半导体公司Rapidus与加拿大初创晶片公司TensTrend达成合作, 将为其代工EI晶片。 双方于11月中旬在美国交换商业量解备忘录。 鉴于Rapidus的目标是在2027年, 在日本国内量产2奈米制成晶片, 目前正寻求产业链的合作。 TensTrend公司成立于2016年, 由半导体业界知名工程师James Keller创办。 另外, 日本经济产业省11月中旬找来8家半导体AI相关企业的高层, 在美国旧金山举行意见交流会, 消息称会达黄仁勋、AMD苏兹峰、 James Keller以及苹果西部数据的高层出席了交流会。 Rapidus社长小之锤一表示, 计划2024年3月底前在美国西谷开设营业部, 有助于在量产前与客户建立联系, 希望在全球扩展业务。 那么, 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 请你点赞, 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